此外 思罗 你从小在咸阳长大 从未见过王世秀吧 画虎画皮男画骨 你竟敢欺骗我 是谁给你的胆量 王后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后 碧妾是听闻您和太子傅不睦 想居中调和 所以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请王后宽恕 是赵姬让你这么做的 不 不是的 都是碧妾自作主张 太子傅完全不知情 若王后要惩罚 就惩罚碧妾 太子傅真的不知情 不知情 撇得倒是干净 她不知道 你为何要这么做呢 王后荣禀 原本将思罗许配给太子 是为了太子和米氏的关系更加紧密 可如今 太子傅归秦 王后动了真怒 思罗身份卑微 不敢去劝太子傅 所以 都是思罗行事不周 请王后见谅 思罗呀 你明知道 我是为了你争取太子傅 你又为何替她求情呢 王后 思罗这样做 不是为了太子傅 是为了王后您啊 这八年来 王后对太子 多番体贴 万分慈爱 好不容易才生成的母子情依 怎么能因为思罗一人 而生出嫌隙呢 如今 殿下刚坐上太子之位 还需要您的照顾 而米氏 若想屹立不倒 也需要太子的扶持 所以思罗 恳请王后 以大局为重 即便太子傅多有得罪 也请王后 让那些不快 都烟消云散了吧 思罗 你竟有这番见识 可见从前 我真是小看你了 你陪伴了子储这么久 理应坐上太子傅 赵姬来了 你却要让贤 当真不生气 思罗是女人 怎么会不失望呢 可是他们母子二人 忍受了八年的悲心 才回到太子身边 这样的奸人与毅力 天下实在是少有 相比之下 思罗也万万急不上 倒不如退一步 免得惹了太子厌弃 好了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这件事情我会好好考虑的 你先退下吧 诺 王后何故发孝 她自己 尚有一子成脚 还真做得重 博取太子傅的好感和信任 便能得到太子的心 以柔克刚 才是女人最厉害的武器 她这样做倒给我提了个醒 等收拾了那子西 再除掉赵姬 也不迟 来人 将这堆竹简给太子傅送过去 诺 这些是什么 回太子傅 都是各地送来带河茶的重要公物 太子请我们送过来给您过目 太子让我参政 太子傅 这些是女子犯罪的案件 或是各地女子的诉求 整理好后统一送过来 本应是给华阳王后处置 但王后从不理会这些 所以还是得托付给您 拿走 太子吩咐 您是太子傅 理应担起自己的职责 否则便是不称职 会给王孙留下不好的榜样 奴告退 女子欲娶夫王 男子彭义兰王 相夫妻欲服告情 居二岁生子 乃告情 彭继夫妻而得 论何也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以情侣 吓唬过华阳王后吗 怎么会不知道 你怎么来了 我在问你话吗 不过是一枝半截 其实我懂什么情侣呀 只不过是半途 听士兵谈起 炸他一炸罢了 该女 弃腹出走 再嫁他人 两年后生子 新丈夫 才知道实情 却不愿舍弃 二人同时问罪 当情 承担冲 若新丈夫不知实情呢 不知者不当罪 秦吓唬 秦吓唬逃亡者为婚 也禁止妇人 妻子在嫁 不过 也会有例外 你比如这一份 女子为人妻 去王 得疾自出 小魏银六尺 当论不当 以官当论 未官 不当论 这么说 女子 虚六尺二寸 年满十五方为成年 若她未满 不曾到官府登记 则婚姻无效 可免于追究 是 你来 我一一说给你听 怎么样 太子傅派人来请我了吗 没有 我 就不追究了呗 我就说吧 还有 你看 你看这一卷 夫道千前 妻所逆三百 何以论妻 妻之夫所逆之 当以三百论为 不知为收 这一卷 把药喝了 当心点 好 什么声音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啊 拜见太子傅 王孙 你们听好了 这里要重新修缮 门窗房顶 全都小心点 把墙角的裂缝给堵上 卧榻上的东西 也全都换成新的 快去吧 怎么了 太子傅刚刚回宫 太子吩咐 派人重新修缮雍门宫 让您住得舒坦点 父亲 殿下还说 请王孙回去后 好好温习 带殿下出篇考题 考教您的学业 母亲 那我这儿就回去 别等父亲问起来 我义务准备 正儿 正儿 我觉得一切都很好 很妥贴 用不着修缮 更不用心事动众 你下去吧 太子傅这样说 是体贴下奴慢 但太子的吩咐 哪个敢不照办哪 要不您受累 去跟太子说说 我说不必 就不必 怎么办事儿的 砸到主子怎么办 还不快滚下来 喏 喏 太子傅 眼下这局面 只好请您签宫了 太子傅 请 我来这住不合适 还是回雍门宫去吧 太子傅 雍门宫正在整修 不方便住人哪 那我和正儿一块住 那更不成了 太子为王孙请了师父讲学 您若一去 不方便哪 我去哪儿 这么晚了 却为王孙 这只是 我的天上 你不能拒绝 咱们 这个 的 已经饮了三府 为何迟迟不见动静 公子傅 奴婢照方招药 实在不知情 你确定没有人发现 到底怎么回事 说 因为这是安胎药 你要干什么 应该我问你干什么才对吧 退下 诺 福内生子 这是大不孝 你有孕 已三月有余 算算日子 并不在丧期之内 为何不能留下 再说 我们并非东方列国有那些臭毛病 为了面子 生生要打掉一个孩子 那你也不应该未经允许 就随便换掉我的药 你的药 你的什么药啊 你是根本不想生我的孩子 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 子夕 你不会是 你不会是对我动真情了吧 真可惜 我是不会爱上你的 你别忘了 我们俩不过是相互利用 你别忘了 我们俩不过是相互利用 简直到了狂妄的底 我告诉你 若非为了联姻 我都不会多看你 我要留下这个孩子 只因我需要一个嫡长子 我需要一个儿子 而你是我的妻子 就要尽一个妻子的本分 不管你心里惦记着谁 这个孩子 你必须给我剩下来 子夕 老老实实安胎 孩子若有什么闪失 我不会放过你 老老实实 医师 好端端的人不当 非得去咸阳城当玩物 我就不该多管闲事 我们还以为 以为又是陷阱 刚开始被抓 那白仲故意给机会 让我们逃走 可全部都是陷阱 日子久了 再也没人愿意走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他这是在磨灭你们的意志 这个阴冷狠毒的混账 喝水吧 再去饶命 带走 谁准你们招够女人 带入军营的 竟给我惹事 男人处理外事 女人管理家财 相安无事才能天下太平 可就有这些不受规矩的女人 到处惹事胜非 怎么 想杀了我 还是像对付那些女俘虏一样 拼命折辱我 要成全你那大蛮子的自尊心啊 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舌头 将军 新冠有消息传来 说殷医师的确是太子副之友 太子还特地传令各地驿战 让我们好好照顾殷医师 他若真死在这儿 我们不好向咸阳交代 信了我的军营就是个士兵 他若是犯罪必然会有惆罚 从今日起 就将他挂在这里 什么时候求饶 再给他水喝 谁若是敢替他求情 仗则八十 诺 是 是 是 人徒疯子 刽子手 想让我求饶 做梦去吧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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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喝 快 你也太倔强了 想将军认个错 还能死吗 我朝这么大 从没见过这么贱的男人 想让我认输 可以 等他死吧 将军受伤了 快叫医师 上 上 快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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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放手 你要带我去哪儿 你干什么 殷义选 这剑上带毒 我无能为力 能否请你一事 你别光看了 你快想法子救救我们将军吧 救他 对啊 你快救救他吧 我殷家有祖训 只要是病人 无一不可救 但是邯郸之战 他杀了多少赵人 这么些年来 又屠杀了多少无辜 他连人都算不上 还想让我救他 等死吧 你要是不救他 我 我就杀了你 你要真杀了他 还怎么救将军呢 你走开 叶义逝 自杨全军把持朝政以来 我们这支队伍 以此次被派往最危险的决地 将军收集女傅 为的只是讨好咸阳贵人 争取更多的军饷和抚恤金 他是为了数万名将士的性命 这可是唯一的办法呀 这事你跟我说不着 早在白仲攻破邯郸的时候 这仇怨就结下了 谁我都可以救 但绝不会救他 是我莽撞轻敌 领兵冒进 将军若不是因为救我 也不会被山匪设斧 这一剑 他是替我挨的 我替他去死 只求你 救他一命 谁说你 杀作出伤 来 将军 将军 滚 你要他给我滚 将军 滚 你不叫我救 我还非就不渴了 我还想要他 我还不想要他 我还不想要他 他 Half 太子傅 这些都得今日处理完 下面官署还等着决议呢 杀人偿命 判斩刑 现在就去传令 乱来 夫为几家 杀之无罪 依照秦律 丈夫淫他人妻女 他的妻子杀了他 也是无罪释放 怎么 现在肯开口跟我说话了 还有什么问题 欺悍 丈夫气急 殴打妻子 事后丈夫受到惩罚 为何两名路人一并受罚 遇到当街杀人 百步之内袖手旁观者 重罚 见凶杀如此 见临人斗殴亦如此 还有一个问题 这些都是陈年旧案 而且部分竹简已放黄 除非死刑 一律交由夏尘处置便和 什么时候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要交给太子来处置了 虽然是我吩咐他们的 让他们特意从库房内寻出 好让你熟悉秦律 那你还说今日就要处理完 那日 我去雍门宫找你 看到吕不韦 再教你识秦律 是 浩兰 你明知我纳梅的原因 为何一直不理我 你是问太子傅 还是问李浩兰 有区别吗 识问太子傅 我理解 识问李浩兰 我不乐意 你笑什么 识我在赵国之时 也赵三两秦人慰藉寂寞 你乐意吗 你敢 依赵秦律 夫有一妻二妾 戈尔 夫有二妻 则诸 当今秦王妃嫔成群 你也是美人成堆 可见这秦律 王室权归例外 我不学也罢 好 浩兰 有句话 我只说一次 你可听好了 我不辩解 留下他们 只因有用 但将来无用之时 便可全部解散 绝不留下来 爱你的眼 何时无用 带我 做了真正的 倾国之主 孝亲 请太子恪守礼仪 今夜 请殿就归我了 至于太子 我让别人送被褥来 烈了 怎么了 还是喝药吧 我自己来的 不行 我是医师 得医师自己喂 快 走快点你 将军 将军 你别碰我 余毒未清 将军 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康复 笨蛋 当然是要等我平安回到咸阳 才能完全解毒啊 你 我们暂时留在这里 剿灭流寇 回不了咸阳 没关系 反正毒在你身 痛也在你身啊 我可以等 十年八年 都没关系 好 如此 就请殷医师随事我左右 片刻不得离开 来 父王 你就这么走了 你让我一个人 可怎么活呀 王上这些日子还是这样吗 是 华阳王后到 王上 当年滕文宫遇行三年之丧 文武百官皆为反对 为何 身为王上要担起国家重担 尽孝可理 但切不可过度 您这整日茶饭不思 以泪洗面 一月半月就罢了 长此以往 身体如何受得了 短丧之治 现在在各国已是平常之事 您又何必为难自己呢 我不管 我思念父王 你走吧 不要烦我了 我好说歹说你就是不听劝 这样清汤寡水食不下宴 是要活活饿死你自己呀 还是听我的 尽快除笑 登基继位吧 混账话 哪有说才各把两个月就要除笑的 难怪父王以前说你是雕妇 你这不像话啊 太不像话了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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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门 吕不韦 你给我开门 开门 白消息 白消息 我家主人真的不在 请你走吧 他为什么总躲着我 这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女子啊 整天追着男人跑 谁都怕了你啊 怕我 我长得很奇怪吗 主人 开门开门 开门 给我开门 白小姐 有时间一叙吗 你谁啊 不认识我就上了我的马车 不怕我卖了你啊 哼 走在咸阳街道 不说道不时宜 也是秩序井然 谁敢卖我呀 说吧 你到底是谁 我和吕大人 是旧相识 白小姐 你是不是喜欢她 对啊 我就是喜欢吕不韦 可是她不喜欢你 怎么办呢 人生还很长嘛 我也很年轻 我可以有很多时间 让她喜欢我 真是个孩子 是你们想得太复杂了吧 不管怎么说 只要我一直努力 就算没有结果 也不会后悔啊 喜欢一个人 用心去追喽 可是世上的事啊 不是你一厢情愿 就会有结果 你总是追着吕不韦跑 还有偏偏躲着你 怎么样 才能让她爱上你呢 就 朝夕相处 日夜相对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 可是她根本就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她不肯给你机会 那你要去创造 一切 得靠你自己想法子 你有办法 讨好王上 讨好王上 我就能嫁给吕不韦了 王上何等身份 如何会理会我呢 我既然这么说 定是有我的道理 你只管去做便是 你为什么会帮我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能达成心愿 你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 饭局本来就是魏人 您举荐的郑安平投降赵国 受到不少冷落 如今魏王派人重金拉落 想要接他回国 并不奇怪 他们的人还未进城 便被我劫住了 你打算做什么 魏人要送礼 我们自然要成人之美啊 怎么送 当然不能敲锣打鼓地去送了 我们得等到夜深人静 悄悄地送 何解 越是欲盖弥障 越是让人万分心虚啊 父王最近身体不好 华阳唯恐自己 当不了大秦名正言顺的王后 正逼得父王提前处服继位 还特意筹备了一场宴会呢 王上也是心急 若非如此 又怎会默许臣子们 提前改称呢 不过 这个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 公元前二五零年 秦昭湘王赐子迎驻 行登基继位之礼 正式继承秦国王位 策立华阳夫人为秦国王后 丞相此番去魏国一路辛劳 这杯以清水代酒 我替王上敬你 王后谬赞 此乃是为人臣子的本分 是 王上 丞相出使 曾受魏王秘密接见 臣怀疑此举有通敌之嫌 是 满嘴胡言 昔日魏王听信谗言 我九死一生 才逃出魏国 此番出使 是奉了军令 又怎么会 撕见魏王呢 你这是 血口喷人 真是抢资夺利 父王 当年魏国中大夫虚骨 曾记恨丞相之才 屡禁谗言 丞相因此遭受严刑拷打 几乎丧命 幸得祖父重用 才有今日之饭须 他又怎会恩将仇报 辜负了祖父的知欲之恩呢 丞相逃亡途中 曾受王姬和郑安平的帮助 便因一己之私 将二人举荐我王 后来郑安平降召 王姬通敌被诛 这也都是事实 丞相今日生事大不如前 想要另谋出路 也是人之常情 吕不韦 丞相辅佐我王多年 丹经节律 从无二心 郑王之事 祖父也曾下令 不准再提 今日你就是重提 莫非是要违背祖父的一命吗 昨夜三更 有人悄悄送了两箱黄金 入了丞相府 恰巧被巡城的卫士撞进 当场捉拿在岸 此事 儿臣正要向父王禀报呢 王上 绝无此事 没有什么黄金 更没有什么三更送礼 臣 绝对不知此事 闭嘴吧你 反之 来人哪 王上 王上 您绝不可听心小人之言 这是够县 这是够县 这是够县哪 脱下去 脱下去 这都是够县哪 王上 这都是够县哪 够县哪 王上 子夕 王上 通义前 尚情为 承诞充 更何况此番他收受的是 敌国的贿赂 你身为大秦公子 理应秉公执法 做好榜样 却又怎可为了私利 居然为卖国者求情 政绩 什么政绩 全都是一面之词 父王 请您看在丞相 劳苦功高的份上 劳苦功高 便可鞠躬自傲吗 可以凌驾于秦律之上 背叛王上的信任吗 公子 请慎也 依我看 这都是你们预谋已久的吧 这送礼之人 到底会不会是卫人 一审便知 我们 又何苦 要网坐小人呢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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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行了 不要再吵了 吵得寡人特别的心烦 这件事寡人自己有主意 在宴会上 谁也不许再提了 继续饮宴 奏乐 混蛋 寡人说的是继续饮宴 哪个耳朵听出来要奏乐了 奏乐了 奏个屁的乐 王上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寡人听到这些俗乐 这心里就更加烦 我此次精心准备宴会 为的可是让您高兴 您倒可好 既不喜饮酒 也不喜听奏乐 全都依了您 还要怎样 但您却整天拉着脸 这脸色 到底是摆给谁看呀 抱 夫人哪 不是针对你 寡人心烦你也看见了 这犯剧 他让寡人好烦啊他 不是针对你 不是针对你啊 那你笑一笑 哎呀寡人烦 我真的笑不出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跳 对了对了对了 来来来 过来过来 这边这边 太好了 对了对了 这边这边 对了对了 这边这边 来过来过来 拜见王上 好好好 有意思 有意思 王上 我可是数月以来 第一次看你展开笑颜哪 夫人 这个姑娘 这个小女孩 挺有意思的 真的挺有意思的 你叫什么呀 秦王伯伯 小时候您还抱过我呢 您不记得了 我不 长得 莫非 莫非是白起的女儿 对啊 我就是白铃儿 啊 长这么大了 王后早有照命 谁能斗寡人一笑 那就 给她答应一个要求 你说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不管什么要求 您都可以答应吗 那是自然 秦王伯伯一定答应你 说吧 秦王伯伯 来 我要嫁给吕不韦 白铃儿 不许胡闹 赶紧下去 王上 齐大非偶 吕不韦出声低贱 断不敢高攀 吕大人实在太谦逊了 我们秦国布局出身 只论才干 你们二位 真是郎才女貌 朱连碧合 难得人家女孩 一片痴心 父王 您应当成全这对家我才是 王上 陈早年在魏国已经娶妻牧师 今日 没有另娶打算 你的那位妻子 本受负面而去 过门三月 便疾病而逝 这么多年 也该放下 吕不韦 没词了吧 你看看人家女孩 女孩 白丁 放心啊 寡人给你做主 吕不韦 必须娶你为妻 谢王上 公子夫 公子夫您不能进 公子夫 公子夫您不能进 去吧 下去吧 瞧见了我 竟一点也不惊讶 太子早已告知 至今无人拆穿你 是姑娘当初相助之意 那她有没有告诉你 今日夜宴 王上将白侍女 许给了吕不韦 我再去 摩不 一 老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